我們先來看看這個Active Planner 基本的使用怎麼做 首先你打開之後應該會進到這個畫面對不對 第一個呢它有幾種方法 你看到打開就檔嘛這沒問題 但是呢有兩種 一個是開始新的錄影 如果說你是像我們剛剛那個錄影軟體一樣 我一開始就要錄影的 那你就選第一個 可是我們剛剛已經有用過其他 我就先不做這一種 我就直接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把它換作工程都可以 你把它點一下 這裡呢 因為目前來講 我看到的大多數老師還是比較習慣用PowerPoint 做上課的一個教材之一嘛 所以其實呢 你也可以把PowerPoint叫進來 等於說老師今天要做所謂的數位教材的時候 我的PowerPoint就當作是我的底 跟老師平常上課一樣 我到這一頁的時候我就錄我該講的事情 你了解意思嗎 這對老師來說應該是最容易的 雖然我自己現在很少用PowerPoint 不好意思我現在簡報我都偷懶了 我不用那個做 因為 反正你 我一看我用PowerPoint做的 你就知道我用PowerPoint做的嘛 沒什麼了不起嘛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都是換別的啦 都換別的 但你眼睛比較亮一點點這樣子 好 那 那個主題我們上學期有講過 對了 順便提一下 稍微廣告一下 如果你想看我們就是到底 老師這邊以前有講過什麼 你從左手邊這裡齁 就是這邊 往下走 協作平台 有沒有中正教法中心的 我歷年來在我們學校講的內容 我都有放在裡面 有沒有103點也在這裡 這樣了解的齁 所以如果你想要來看 比如說上學期的 有沒有跟這個有關的 摩克斯有關的 錄影片都在這裡 簡報也在這裡 這樣沒有很過分吧 我都有留著 我們有領錢 都有留紀錄這樣 所以如果你想看的 可以從這邊去看一下 好 這個是廣告一下 那下禮拜有一場 有一場是關於這個 就是OneNote的 那 再往下兩個禮拜有星光斑 偶爾會看一下星光斑 時間不一樣 這樣可以齁 好 來 那我回頭看這邊齁 所以我們剛剛回到這邊 就是 如果你有PowerPoint 其實也可以把它叫進來 等一下你可以試看看 另外一種就是 我如果只有圖片的 也可以 還是說我完全空白的 有沒有 我完全空白的也OK 那麼我在這邊呢 有稍微準備一個 在這裡 我們那個教材裡面 我好像有準備 範例檔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下載 然後 好 當然用自己的最好啦 因為我只是 隨便挑一個 這裡 點開 右上角這個點開 直接下載 OK嗎 好 如果你沒有 手邊暫時沒有 你覺得可以的 你就可以把這個下載下來 用一下 好用一下 那我現在呢 應該一下就下載完了 好 你看我就把它揮進來囉 用這個 直接告訴它 我的 PVP在哪裡 因為這種方法應該是大家接受度最高的 裡面還有別人的 你選好了之後請在上面 有沒有你的專案檔名稱 還有放在哪裡 你可以自己挑一下 它的檔名 專案檔的檔名比較長一點 有沒有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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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Jet 有沒有 AP PJet 這樣了解 那就看你放在哪裡 原則上 建議各位放在哪邊 放在那個 就是 一個資料夾裡面會比較好 所以我 建一個資料夾 點進去 我把它放在這邊 這樣沒問題了 我就按確定囉 它就開始問你 請問你哪幾張投影片要進來 對啊 不一定一定要全部吧 對不對 有沒有讓你挑 對不對 假設你要前面八張 我就挑八張進來講就好了 按確定 但是要留意一件事情 因為有些人做簡報喜歡做動畫 請問動畫會不會留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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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像拍照一樣只是拍下來而已 這個一定要特別注意喔 所以 你如果有做動畫 真正的畫面在最後一格 你只會看到第一格 就一開始那個進來 還沒有做動畫那個畫面而已 那我就把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你有沒有發現這樣進來就很熟悉了 那待會呢 你進來之後 有一個稍微留意一下的 就是在這邊 因為預設各位這裡喔 會比較大一點 有沒有 如果你進來這個畫面的話 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這個 自動縮放 你把它按一下 它就會自動把你可見範圍 所以今天我在上面拉一下 有沒有自動縮放 這樣我們在做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OK 那我就先等各位一下囉 現在大家都已經做好了 都已經把它放進來 我們先看一下 請問一下 萬一 投影片要調整順序 不會的請舉手 不會的 雖然很強的抓起來 掉起來打 但是 我不行 我只能這樣拖曳給你看 這樣了解 哈哈哈哈 這樣會啦齁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請問每一張投影片 預設播多久 三年 在PowerPoint裡面 它可不可以設成自動播放 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到底多久 看右手邊 有沒有一個計時 那重點是 它的單位跟PowerPoint好像不一樣 我們在PowerPoint裡面的話 好像直接秒 可是這裡是毫秒 有沒有注意到 請問 一秒等於幾毫秒 各位工程應該比較多嘛 理工科的 好 就把零去掉嘛 一秒的一千毫秒 所以這樣是不是三秒鐘 那麼它也跟PowerPoint一樣 有沒有 投影片轉場 我們講的轉場 在這邊它把它中文翻做過度 這樣可以齁 就是 但是它轉場不多啦 因為這不是它最主要功能 有沒有就一點點而已 這PowerPoint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要 你比較喜歡有這種特效的 請選用PowerPoint 哈哈 不要用這一套 因為它不是拿來做這件事情 好 我們回到這邊啦 如果說你今天 欸我這個 你要做錄影 那 假設你不知道到底會錄多長 因為每個老師講的時間長度不一樣嘛 你可以把它稍微拉長一點 然後在後面再把它收回來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除了這個下面還有一個PowerPoint沒有 叫時間軸 對啊 就一樣 而且它有塗層的概念喔 這裡又有點像 如果你曾經用過Flash 之類的 它就是一樣的功能 一樣的功能 那每個塗層都獨立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如果今天我在這邊想要做一個錄影 你可以從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補貨幻燈片 這就是直接做錄影 把它點一下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錄的這個大小 錄影的話它有分四種 原則上就是預設就是全畫面 就全畫面的 然後呢 另外一種是 所謂的智能補貨 這種叫做全動態的 也就是你畫面有什麼 它就全部都錄 那什麼叫智能補貨 智能補貨就是 如果我今天在講解這個簡報的這個畫面 我的畫面是不會動 所以它不需要錄影它拍照 你了解我意思嗎 除非說我在上面 比如說像我這樣畫箭頭 這個就要錄影 因為這樣才抓得到嘛 但是如果我 平常我就講 我們現在在講哪一個畫面 請看這邊 它就只拍照不錄影 因為你應該知道 拍照比較大還是錄影檔案比較大 當然是錄影的檔案比較大 所以這個叫做智能補貨 它就是自動幫你判斷就對了 但是它也有可能會判斷錯 所以它可以分說 你要不要手動強迫它 我這一段是要錄影 然後這一段是要拍照 類似像這樣 那我現在先不分 我就直接用全動的 反正你做什麼就全部錄下來 好 有沒有發現它有一個畫面 對不對 那就看你的大小 預設的話 那因為我們是PowerPoint檔案 所以它一進來 那個尺寸 它現在是960x720而已 960x720 當然如果你需要自己定義也可以啦 只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PowerPoint先進來了 所以說就只好先委屈一下 你就只能在這個範圍 那有沒有注意到 這有麥克風 現在抓到的這個麥克風 好像是有左手邊比較前面這個 所以效果比較差 這個效果比較好 這個的話 有沒有 這個距離我比較遠 可是它的音量比較大 因為這個是立體聲的 剛剛這個 雖然距離差不多 可是有沒有發現 抓到的音量稍微小一點 所以 攝影機好不好還是有差 好 OK 那我就錄一下 有沒有看到快速鍵Ctrl加End 所以呢 你現在 你在這上面做的內容 你也可以隨時把這個方框移到你要的地方 那這樣就會錄這個畫面 這樣沒問題對不對 好囉 那我就把這段要停止囉 Ctrl加End 只有一個人記得 那怎麼辦 請看下面 我就知道有人會忘記嘛 有沒有一個這個 點它一下 有沒有跑出來 如果你真的忘記快速鍵就看下面 就看下面 你可以暫停或者丟棄或者是直接停止 我就先把它停止一下 好 有沒有多一個投影片出來了 有沒有 等於說 你看這一張 那現在老師開始講解 當然你要兩個合在一起也可以啦 所以兩個合在一起就是把這個 它就是一個物件 一個圖層 Ctrl加C複製 拿來這邊 Ctrl加V貼上 我的畫面如果不需要全 那麼多 可不可以這樣放進來 也可以啊 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 所以呢 我在這邊 這樣子 就可以把你要的東西是錄下來 我們可以跑來看看 有沒有這裡在跑的 你也知道是影片啊 但是 你應該知道 請問 你有沒有去錄過 像廣播節目這種錄聲音的 如果有錄過的話 會不會吃螺絲 什麼叫吃螺絲 脆脆咬到 哈哈哈哈 就是難免有時候會講錯嘛 或者是要不對的 我們待會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這邊的剪接怎麼做 好不好 請你先試看看自己錄一個畫面 不管你是要單一個 因為錄完它會有一個這個 或者是你把它直接複製一下 拿到你任一個簡報上面都OK 都OK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應該很清楚知道 那我們現在 如果你用這個軟體 最大好處就是 因為你最熟悉PowerPoint 你的教材就在裡面了 你只是把影片加進去而已 就這樣 來 還給你